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出土的精美奢华的文物当中 人们却没有发现最能体现古代高贵身份的器物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器物呢 长沙马王堆三座汉墓 共出土珍贵文物三千多件 品种十分庞杂 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些琳琅满目的随葬品 多出土于果式的边香中 把墓主人生前所有的荣华富贵 体现得淋漓尽致 可是在这些精美文物当中 专家们却没有发现一件青铜器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 最能体现墓主人身份的器物 一般来说只有王侯贵族才能拥有 它象征着地位和权势 所以王公贵族死后都以青铜器陪葬 战国初期的尊侯乙墓就曾出土 鬼 顶 尊盘等精美华贵的青铜珍宝 可是人们在长沙国成像利仓的家族墓中 却没有找到一件青铜器 更让人迷惑不解的是 利仓家绝高路后富甲一方 生前肯定拥有大量珍奇宝物 而身为丞相夫人的新锥 穿金带银更是必不可少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马王堆的三座墓葬中 人们竟然也没有发现一件金银器和珠宝首饰 没有彰显权势地位的青铜礼器 也没有显露奢华富贵的金银珠宝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马王堆汉墓如此与众不同呢 据史料记载 西汉初年 战争连年 经济萧条 为了增强国力 几代皇帝都实行修养生息的政策 提倡节俭和朴素 汉文帝二年曾下诏令 制霸凌皆以瓦器 不得以金银铜锡为事 专家推断 这应该就是马王堆 未出土青铜器和金银珠宝的原因 然而身居长沙的戴侯家族 表面上没有违反皇帝的旨意 但实际上并没有遵从 而是对于皇帝 智木从简的规定钻了个空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在西汉时期 漆器是一种高档的奢侈品 只有贵族才能享用 据史料记载 在西汉时期 一个有花纹的漆碑 相当于十件铜碑的价格 马王堆虽没有青铜器和金银器出土 但三座墓中却出土了大量的漆器 漆顶 漆岸 漆盒 漆壶等精美漆器 共有七百多件 数量庞大的漆器赔葬品 足以证明两千多年前 侯爵利仓家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足说话 千年漆器显华贵 七色之光耀古今 国宝档案与您探秘 马王堆漆器 马王堆漢木出土的七百余件精美漆器 以红黑两色为主色 装饰花纹作为云朵和螺旋图形 彰显出优雅的曲线 虽历经千年 看起来依然光鲜亮丽 这些漆器以食用器为主 种类齐全 涉及礼器 兵器 藏具 以及生活用具等 几乎囊扣了西汉时期所有的漆器种类 代表了汉初漆器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 这件精美的漆器名为莲 它是墓主人新锥生前使用的化妆盒 漆器表面修漆十分讲究 漆身外修黑褐色漆 漆上刷一层极薄的金粉 再用油漆绘上黄 白 红三色云气纹 十分华丽 更为别致的是这支化妆盒 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盒内用来盛放手套 续巾等用品 下层盒造有九个不同形状的凹槽 每个凹槽中嵌放各种不同的小连盒 盒中放有香料 丝棉粉扑 镍 真衣等梳妆用品 这种精美的设计及可以盛放丰富的物品 又不会占有太多空间 马王堆漆器除外观精美之外 通常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您看这件龙文漆机 它下方有长足短足 长足用木栓连接 平常人们在立坐时就把长足织起来 当人们跪坐时 长足就被折叠放在击下 一件漆机两种用法 它也被形象地称为西汉时期的折叠桌 马王堆陪葬漆器 在设计上精巧实用 在文饰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 最为神秘和精美的文饰 当属庞大的器官彩绘 庞大的器官为四层 其中第二层是黑底彩绘器官 器官采用黑色底 并用金黄色会复杂多变的云气纹 纹路间穿插着111个怪兽或者神仙 图案想象力丰富 线条粗广 洋溢着远古时代的神秘 第三层的朱笛彩绘器官 以红色为底色 并用绿色 褐色 黄色等各种颜色 描绘出许多代表祥瑞的图案 龙 虎 鹿 鹏和奸人 这一系列图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 楚汉文化的浪漫和巫术文化的神秘气气 这些在地下沉睡了2100多年的漆气 向人们证明了中国西汉时期漆气制作的高超水准 和中国古人的聪明材质 为中国漆气工艺史上增添了光辉灿烂的一夜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创建 仅有一个中队 十多架飞机 然而 就是这个只有十多架飞机的空军中队 在开国大典阅兵仪式上的首次亮相 就震惊了世界